谢娜的路人员是怎么一点点被败光的 谢娜被爆出跳单事件之前 路人员就已经消耗的所剩无几 作为主持人 主持能力却非常拉垮 主持全靠装风卖傻 还被网友调侃为谁红跟谁玩 谢娜的抠门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 虽然总喜欢逃单让别人买单 但是抠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应不了什么 不过抠门到包文静在节目上大吐苦水 也真是够够的了 借了别人奥元结果还的人民币 这操作也是够迷的 谢娜真的缺这一点钱吗 谢娜在圈里还有一个好朋友李小冉 最后两个人却嫌有交集 当年谢娜结婚 李小冉可是不顾一切 还抛下了病床上的男友 不远千里都要去给自己的好朋友谢娜当伴娘 这样的情谊足以让人感动 却感动不了谢娜 李小冉结婚 谢娜一句轻飘飘的没有时间就缺席了对方的婚礼 李小冉这时候还是觉得谢娜很重要 直到参加了快乐大本营 满心欢喜的李小冉 以为谢娜会给自己备注小冉或者冉冉 没想到对方的手机里压根就没有自己 李小冉成名比谢娜早 在谢娜没有成名时帮助了谢娜很多 并且对谢娜付出了很多 没想到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也许真的是如别人所说 谢娜红了以后真的是谁红跟谁玩 所以之后两人将行渐远 逐渐没有了交集 对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呢 如圆网络青山